人類就很有味道了 很香耶 我到現在都還不敢戳破它 因為我覺得這一戳破就是超好吃 我們居然湊出來耶 好扯喔 嗯 很好吃耶 歡迎收看一隻阿圓 別忘記幫我按個讚 還有訂閱頻道喔 今天我們要來拍的這個企劃呢 就是連續一週 我們要餐餐吃韓式 但是呢 因為這一個企劃呢 是我跟阿簡主要一起拍 但我們兩個基本上都是睡到 就是快要中午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呢 我們就可以因應現代人 不一定會吃到三餐 我覺得我們至少 一天一定要吃到兩餐 還是韓式這樣子 因為大家如果聊到韓式的話呢 就是應該是知道說 年糕 魚板 海苔 醬餡 這一些呢 基本上都是基本款 然後當然就是我們自己會另外 再準備一些我們覺得可以搭配的食材 讓我們的餐點就是可以更豐富一點 那我們待會就是要先去超市 先採買一些材料之類的 然後回來之後就可以開始慢慢做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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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遇到一個非常大的trouble 就是我們發現我們這兩天錄的東西 完全沒有聲音 然後 因為我剛剛整個傻眼 因為幸好 我們剛剛說它幾時過檔 真的不是自食耶 我看呼吸不到空氣 我真的一度胃痛 這可以報名點總總獎的落賽獎 對不對 我們每次都把落賽剪掉 搞不好就因此 就是獲得福 而且我們可以報名總獎的兩個獎 一個是落賽獎 另外一個是業配獎 我們把落賽的東西救回來 因為它是個業配 今天就是要做的東西滿多樣的 感覺要讓大家看到我們的廚藝 好像有在進步的感覺 跟當年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 都是用這種最好的食材 這個 韓國魷魚蔬菜煎餅 迷你綜合魚板 但是我們就是都還會額外進行我們自己的調味 因為我想說就是大家可以來吃個拳頭飯 所以這個 韓國金版龍王海苔酥 我們就是有特別就是準備了飯 等一下來捏個拳頭飯這樣子 有 這一行的 很香耶 它全放嗎 還是比較 沒有沒有 我們放一些就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太有經驗了 我們這樣全放的話會太多 直接了啦 沒有人在那邊脫泥在水直接脫 沒錯 因為我們太有經驗了 現在很不知道怎麼做 可以啊 你看 有 哎呦 一回生 二回熟啊 我們自己另外還有就是調配我們自己的這個醬汁 對 這樣子沾著吃感覺也是很不錯的喔 我真的是來一個拳頭耶 我要不要用一個拳頭 很好吃 我覺得這比例剛剛好 因為它其實那個海苔酥 它有那個麻油的香氣 跟那個就是鹽味的味道 就是它兩個miss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它的那個口感是非常有的 它不會就是吃的很單調 首飾的畫面 這比重播畫面 來 我們這一次呢 就是有特別就是做了這個 這個是韓國魷魚蔬菜煎餅 然後這個是我們自己弄的拳頭飯 然後還有跟這個 加了他們的海苔酥 沒錯 然後這個的全名呢 是韓國冷凍原味迷你綜合魚板 看這個湯頭 這次如何 欸 我覺得我這次放的那個 放的這個水的份量剛剛好 先前就是 曾經的經驗就是都有點放太多了 這一次是 越來越熟能生巧 有 這個齁很有 我在那種韓國就是吃那種 步障馬車還有那種街邊小吃的時候 喝到的那個湯 我真的覺得很讚 Q彈的這個魚漿 吃原味的 看看 原味就很有味道了 沾一點吃 口感更不同 沾一點很好吃耶 真的很有在韓國的感覺 來 我們接下來呢 要來煮的這個呢是 韓式部隊鍋 晚餐 我們這次要用的是這個 季州限定的蝦子拉麵 但我們是這個三倍辣 現在水已經滾了 那個辣醬是直接這樣子整理的 這個 欸 搞不好我會很 韓國海鮮高湯包 這個提魚味的 這個的話就是放進去的話 原則上就是600CC 然後就是放一個就好了 1分鐘就可以拿起來了 那你就一起放 好 烏魚也要放下去 這個呢是 韓國水鮮 辣炒年糕魚板 辣味 這個其實你可以單吃 但我們想要把它加進去 正常是微波 微波就可以了 有沒有 很有辣 有辣喔 真的有那個 韓國的味道了 很有辣 有 畢竟呢 我們這邊是有一個 剛從手耳回來的男子喔 我也是剛手 是我嗎 對啊 就你啊 我剛從手耳回來 我剛從手耳回來 不停想說 有要去手耳了 真的假的 對啊 再去衝浪一次 明天啊 你也太快了吧 欸 你真的有那個味道耶 是不是 我們是阿元師 我跟你講 重點已經不在面了啦 本身呢 是在我們這個食材上面 我們是非常用心 來 我們這個部隊鍋好了 Yeah 吃看喔 會不會主辦的女人 暈 好迷人喔 哦 嗯 魚板 魚板 也是有的喔 我覺得更久一點 反而更入味 嗯 它這個年糕是辣味的 其實基本上微波就好 可是我們就是故意把它丟到部隊鍋裡面 就想說要讓它更提味 我覺得真正真的好吃的辣醬 不怕這個辣醬 我們現在阿姊也要吃了 然後因為剛剛呢 我擔心這個太辣 所以我還是有加了一點牛奶 很香耶 是齁 很好吃 阿會辣嗎 嗯 不會辣了 一點點 我喝了 難道我們有主廚的天分嗎 OMG 請請期待未來這個禮拜的飯煮事情吧 這一餐是 韓國人最喜歡喝的魚板湯 因為我們那個魚板呢 就是本身裡面沒有調味包 所以呢 我就是特別就是 也是準備了這個 這個是韓國海鮮高湯包 是提魚的 這個是韓國水鮮 釜山波浪魚板串 然後這裡面呢 超級多串 我們有數過25串對不對 就20幾串 20串超級多的 那個我看韓國的那個 喔 我會這樣子一直淋 對 淋一下淋一下 如果我們這幾天就是已經做到就是 不怕辣了 不怕辣 然後也不知道要煮什麼了 就 做辣味了 來然後呢 我最後呢 想要撒一點這個白芝麻在上面 韓國人會這樣吃芝麻 我記得我什麼印象中好像有啊 然後呢 我另外還有吃就是盛了剛剛的這個湯 提魚的那個湯包 小心湯 它一樣就是淡淡的那個香氣 就是口味沒有到很重 怎麼樣 Q 軟Q 非常的軟Q 很Q彈 很好吃耶 我覺得這個一吃之後 立刻有一種真的回到宏大的感覺 哎呦 我覺得這個跟那個外面伊姆呢 他們賣的 真的是完全一種落差 完全一模一樣 我也可以在台灣賣了 現在要來煮的呢就是這個 季州限定的蝦子拉麵 然後呢 我拿這個呢是濃郁口味的 它其實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濃郁 一個是三倍辣 好 然後因為我覺得呢 單純就只是這樣泡的話 非常的無聊 而且大家就也會覺得說 我們這樣不夠用心 今天有準備一些食材 高麗菜 蛋 而且我們還有準備這個蝦子哦 不要淡住就只是 就是只有澱粉而已 這樣子 我們這個高麗菜其實真的是切算蠻多的 兩隻蝦子 有 就這樣 因為呢 我跟你講它是有點辣的 它雖然是濃郁口味 可是它是 我覺得是有點偏小辣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真的不吃辣的 還是要稍微斟酌一下 我先把蛋打在這裡面好了 然後我等一下再用這個就是 汤汤汤 對 我覺得我們這個料算是蠻多的耶 超爽的 拜託一下 來了 我們這個超級好吃的 韓國季州島限定蝦子拉麵 已經煮好了 因為我們把東西疊得太高了 所以我把它倒到這碗裡面 好不好 哇塞 大塊左右 會辣嗎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比例巧 都非常的完整 好吃 它這個麵挺呢 我覺得是台灣人比較熟悉的麵挺 韓國的泡麵其實麵挺蠻多種的 這種就是單純用沖泡的方式 它就會軟掉了 它的這個湯頭的這個弄的蝦子 它不是一般的蝦子 也不是龍蝦 它是基在兩者之間 是韓國季州島的蝦子 非常的不一樣 那你看我們這個蛋 我到現在都還不敢戳破它 因為我覺得這一戳破就是超好吃 來來跟大家療癒一下 好 哎唷 這個主播的在餓喔 有這顆蛋這超好吃耶 它會讓那個口感更滑順對不對 大海的感覺 有 有泳了 耶 早安 姐 現在是中午了 但是午安 我們的第一餐要來吃的是這個 醬蟹還有這個醬蝦 這個在韓國就是超級紅的 我自己個人很愛吃 但我身邊有一些朋友們他們 不敢吃嗎 不敢吃 然後有些人是想嘗試 然後吃了第一次之後會覺得 不太習慣 因為它就是真的很生食的東西 而且我們就是還非常的搞剛 我們就是特別就是有微波的這個飯 然後還有準備了這個海苔 就是想說待會就是可以包著吃 其實這個飯我甚至覺得可能有點不夠多 因為就是他們兩個是俗稱是 韓國投飯賊 就是你吃它你一定需要吃很多的飯 因為你會覺得非常的好吃 會想要一直爬 欸它是一整隻的耶 老實說是真的很不錯 來來來 很客氣喔 來來來 這個海苔呢一樣是那個 金版龍王海苔 然後也是跟我們昨天吃的那個海苔蔬 其實是同一個牌子的 好那我們要開吃囉 吃有完成看到蟹黃的喔 因為我現在就是想要把它挖到飯裡面去 一片海苔 挖一小口飯 欸我聞到那個味道耶很香耶 還不錯吧這樣放上去 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有喔 這個呢已經相當於是 霞鷹江南等級高級的醬蟹的味道 不要說它是真的或是什麼的 就它只是一個恐懼的感覺 沒錯 但實際吃下去之後就覺得 欸其實還不錯吧 我現在呢要來吃這個醬蝦 我對醬蝦比較還好 因為我本身對蝦子好像沒有特別的愛 可是它這邊 沒有它的腦漿還是什麼 醬蝦吃之後真的很爽耶 好一口塞喔 突然到異國的感覺 好好吃 跟這又不太一樣 這個吃起來比較有嚼勁 比較像是一塊肉的感覺 然後一口吞 我喝喔 看你喜歡吃哪一種啦 我自己個人真的比較喜歡吃醬蟹 這個其實不一定要就是剛這樣把它挖出來 你可以直接用吸的就這樣吸 哎唷 它其實是非常好吃的 口吞 對 我這穿褲子很像露出來的 你可以啦 這不會嗎 快點吃吃看這我可以用的 沒辦法 這真的很乾淨 它很忙碌耶 好吃嗎 很濃耶 這不太還沒有什麼腥味 這個沒有那個 你剛剛那個 我還是那個 Cevi耶 喔 它沒有對不對 對啊 腥味 因為有些這樣吃 你吃兩口就覺得 欸 很膩 對啊 那種 鹹 鹹膩感 不然它沒有那種腥味 嗯 但是我滿怕海鮮的腥味 到底它是 我覺得它算沒吃 然後再加上飯的海鮮味 很入味那個醬 沒錯 我們現在呢要來吃這個 辣炒年糕 然後呢我們這一次這個辣炒年糕呢 就打算要直接用微波的方式 很方便 然後這是5分30秒 然後我特別煮了這個 用這個高湯包 一樣是韓國海鮮高湯包 是那個體育的 然後想說煮個湯 然後我還有另外就是現在在 把這個蛋弄熱 因為想說待會可以把它丟進去 辣炒年糕裡面 好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那個 兩片起司放上去 然後可以分裂一下它那個口袋 好 我們剛剛已經去做完我們的 第二餐了 這個 我跟你講它原本真的不是長這樣 我們有加了起司跟蛋 所以讓它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澎湃 對 當然你如果要單吃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這個就是直接是微波即可 黃金比例蜜芳的醬汁 搭配它的年糕還有魚板 所以呢 這個絕對是吃得飽的 現在這是魚板 我覺得有加起司比較不會 那麼辣 因為它是微辣的 嗯 麵糕很Q 跟我們這幾天做不醉鍋 丟下去的 這是可以吃出不辣款的耶 對不對 如果 你很害怕辣 沒錯 你很害怕辣的話 你就是加起司 或加一點牛奶 其實它就可以中和掉那個辣味了 而且因為我想說 我們就單吃這樣很無調 所以我剛剛就是又去把那個 鯛魚高湯把它弄成一碗湯這樣子 哇 有一種在韓國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味道就是很清淡 所以你可以喝喝看 我覺得它的醬好吃 所以它怎麼沾其實都很不錯 它其實說它放到微波乳裡面 它其實是不需要拆包裝的耶 嗯 這樣會爆炸 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因為很擔心 但我後來回想起來 在韓國好像只要吃一些微波食品 好像真的都不用 我們就直接丟進去 這就很方便啦 而且我們這樣吃完之後 我們也不用多洗一個碗 喔 真的 直接丟掉就好了 好 推薦給大家這個好吃 OK 我們今天要來煮的料理是這個 辣味酒蒸蛤蜊 哇 它給的蛤蜊超級多 它是清酒 然後再加上一些青羊辣椒 所以它的口感其實是非常清爽 可是有一點點的小辣 嗯 好好吃 我還有一些辣椒跟洋蔥 有 欸 有海味 有 有季州島的味道嗎 在季州島海邊 再來呢 我們要來做這個 韓國英德雪蟹膏 這個其實之前在病例商店也有賣過 就是其他品牌的蟹膏 我也有吃過 但我就是 因為我對它比較嚴格 我自己個人很愛吃蟹膏 所以我待會兒就去幫大家吃看看 這個湯很酷耶 這個湯的全名叫做 韓國GOREMI 冷凍辣味 酒蒸蛤蜊 喔 這冬天喝會很溫暖喔 真的 這冬天喝很爽耶 還不錯耶 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剛剛完全沒有加水 然後它這個蛤蜊 直接吃 因為我們剛剛就是有放了一些洋蔥進去 而且它這個製作方法非常方便 基本上就是把它丟下去就好了 一組泡麵 還簡單 真的 這個很酷 也不會爛掉 沒錯 easy easy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蟹膏 我們一樣是有準備這個海苔的 挖一點翻上去 這樣這樣這樣 有齁 來囉 一口塞囉 嗯 其實我覺得蠻好吃的 這個的話就是它其實在韓國也超級紅的 這個也是便利商店都會賣 而且我當年 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是第一個開箱便利商店的美食 就是開箱這個 還會到最初的七點了 對 最初的七點 欸那我們拿去給那個 大家吃看看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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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莫名其妙 有喔 這個嘴型 So good 不是 飯可以再加多一點 師傅 師傅 飯要加多一點 這飯滿有味道的 這是我們現在呢 就是傍晚要來做的食材 這個呢 我們這次用的這個是 季州限定蝦子拉麵 然後它是三倍辣的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就是有找到那種 就是韓國泡麵的吃法 所以我想說我來試試看就是把它做成是 韓國的 拉麵炒飯 但是因為我第一次做的時候有點緊張 好我現在要把這個熱水呢 就是倒進去這個麵體裡面 要先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煮這邊 爆香包 哎唷 有喔有喔 好 好 有喔 很香耶 有喔 有那個蛋味耶 有香味嗎 有 辣粉先把它撒下去 哎唷有耶 有模有樣 來現在最後了最後了 最後了最後了 麵 放下去 你要不要來一個那個啊 對啊 炒喔 沒錯沒錯 來來來吃吃看 來來來 要不要突逼湯 你又扭 你只是在跟它那個 看起來滿有感覺的啊 有喔 我們現在決定就是把它一絲一絲 放創意100分 來 比賽鞋塔 我們居然做出來耶 好扯喔 那我再撒一點那個蔥花 好 好像很香喔 嗯 而且油加起司 它滿多 但滿辣的 這個辣嗎 欸好好吃喔 喜歡吃辣的耶 這個很好吃 所以如果大家很怕辣的話 不要加那麼多醬包 或者是你買那個黑色的 黑色的 嗯 黑色的就比較沒那麼辣 然後再來是這個泡麵 我覺得這反而沒那麼辣耶 你吃看看 我們這邊是兩樣型的 嗯 喜歡吃辣的可以吃 好吃 好扑呢 喜歡吃辣的也要吃了 嗯 這個粉加澱粉實在太可怕 很香 那時候不要想 味道很香耶 沒有違和感耶 對不對 我剛剛超害怕 對 你會以為那個麵會軟軟的 不會 對 其實沒有奇怪的感覺 完全融合了 對 真的很好吃 喔 這一碗評價是很高的唷 我剛才只有感受到碰 耶 今天煮義大利麵 現在 下面給你吃 煮了差不多10分鐘左右 現在把它撈起來 撈起來 啊啊啊啊 喔這段對不起 午安 午安好 對 現在是中午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的呢 是雪蟹膏義大利麵 剛剛呢 因為我在忙工作 所以我先請阿姐幫我就是 汆燙了這個義大利麵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們要一樣用這個 我們就是先前有使用的這個雪蟹膏 韓國贏得雪蟹膏 這超級方便的 就是你要加飯加麵 全部都可以 好吃耶 那還要再加嗎 我也覺得可以加一包 因為旁邊有些都還沒沾到 而且因為我們本作就是一直都在拍這種企劃 廚藝進步了 沒錯 不只廚藝進步 外面同事們大家也都是 對啊 跟凱旺 我們今天要不要煮了 我來期待喔 哎呦 看樣子大家是有在滿意我們的廚藝的 我們剛剛這樣子 還放上了這個蝦子 嗯 很好吃耶 有加蔥跟加那個青蔥洋蔥 我覺得差很多 有 現在開始會期待我們廚藝的 哦 但你比較喜歡包飯還是配麵 我喜歡吃麵 麵食 對 我喜歡吃麵食 我們接下來要煮的呢是這個 季州限定蝦子拉麵三倍辣的這個來煮 凡式芝士泡麵 好 我們現在來倒一點點牛奶進去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粉包放進去 哦 好啦 看起來應該是有一點樣子 我們現在呢 這個起司呢 一定要把它放進去 因為這是收軟的 沒錯 好 我們現在要倒湯囉 好 哦 你很會倒耶 不然倒出來很多 其實沒有很會倒 嗯 湯汁真的很好吃耶 來這個 專為阿檢小朋友 特例做的起司泡麵 還是覺得有辣是不是 嗯 這樣哪有吃耶 對不對 有進步哦 哎唷 越來越會吃辣囉 哎唷 我本來是說我們的廚藝 廚藝也有變紅 對 但是也變越會吃辣 沒錯 各位午安 我們今天呢 要來煮的是 辣味魚板 因為我們其實在那個 前面幾天我們有煮那個原味的魚板湯 可是因為其實韓國 他們也很流行就是辣味的 所以呢 我們就是特別準備了這一些 食材 這個呢 辣醬 他說兩勺 醬油 也是兩勺 糖是一勺 好像很厲害一樣耶 有耶 有點感覺 而且這樣子 這樣子一個一個放就很像 真的有在做功課 真的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菇 蛋 真的 這是這幾天就是有煮的鞍醇蛋 然後剩五顆 我把它全部都放進去 好 蒟蒻是我自己想放的 哇哦 好像有點感覺囉 有看起來 哇靠 這看起來好像很厲害耶 我先來試吃看看 嗯 我覺得因為它的魚板真的很好吃 所以就是我感受不到我剛剛調的那個醬汁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起碼有一個辣味 沒有到那個韓國辣味的那麼辣 我沾個醬 我沾一下 有稍微調味會有更不一樣的感覺 後勁會有個就是麻麻辣辣的口感 我覺得有差哦 大家也可以跟著我們這樣做 很爽脆哦 對我們現在呢就是要來煮那個哈佛湯 需要南瓜洋蔥 蘿蔔 高麗菜 因為這南瓜就是要稍微 就大概20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出去再買食材 這個先全放 然後它 我剛剛在那邊看它弄很久我想說 請問是怎樣 Thank you 好 小燉一下 20分鐘 我剛剛呢就是去外面買了食材 然後就突然回來之後 我覺得好香 可是我好像有韓式 韓式耶 我忘記加了啦 我們現在要加這個 韓國海鮮高湯包 5分鐘後再放入餐 喔已經超級入味了 剛剛一進門就聞到 超香的 Yeah 這是我們今天的第二餐 我們煮這個哈佛湯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幾天 真的都吃得太爽了 都吃太好了 所以我想說今天要先 對 健康的 而且其實這個呢就是 網路上有專家說 我喝這個就是健康抗癌 我現在喝囉 好 你看看 我覺得它那個蔬菜的那個甜味 就是都有融入到那個整個湯底裡面去 嗯 然後它後勁會有很淡很淡的那個 提魚香氣 不錯耶 我們完全沒有加鹽或是調味對不對 我們完全沒有加 可是它已經有味道了 我們阿姊在那邊弄很久的C C 我覺得可以再燉久一點 我剛才摸那個咖哩菜感到滿讚的 就是它有點軟爛的樣子 身為一個外食族 你必須要均衡飲食 所以趁這種時候 去片片直接生 雖然它可能就是吃這個蔬菜 可能這禮拜也不會就今天吃而已 但沒關係 很想加味精耶 但是加味精就會失去了它那個 哈佛湯健康的感覺 很健康有很健康的感覺 這個分享給大家 就是哈佛湯大家可以煮 它就是個非常健康的湯 大家可以上網去搜尋就會知道 然後呢如果覺得味道不夠的話 可以學我們就是加上那個提魚湯包 就會提味 對提味很讚 各位今天是最後一天 天啊我們真的是煮超多東西的 雖然我們就是每天都是兩餐兩餐這樣煮 可是這樣七天也是十四 好然後呢我們今天要煮的東西我覺得 冬天 對因為我們要做韓式拌飯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要煮那個 烤肉 對我記得為什麼要烤肉 這是剛剛呢調好的這個醬汁 裡面呢有放了辣醬一勺 醬油一勺 糖一勺 麻油一勺 芝麻一勺 非常的easy 因為現在呢要來做這個韓式拌飯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這個菠菜菇 這些就是稍微的汆燙過 OK這是剛剛煎的兩顆蛋 雖然是有點落賽 但是沒關係 美味 這絕對是美味的 好再來呢我們現在要來煎肉 好我們呢現在已經完成了我們的這個所有的備菜了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把這個蔬菜放上去 那因為呢照理說在韓國的餐廳就是你在看到完整的韓式拌飯的時候呢 它的菜應該是分配的就是蠻均勻的 就是分布的很清楚 但因為我們是統一把它全部就丟到水裡面去 所以它現在呈現是一個混雜的狀態 那就沒關係 我們就是自己在家裡自己吃 我們沒有要拿出去賣 所以我們就先這樣子 它看起來比較有feu 最後就是這個醬 醬是精髓 有欸 有啊 這樣就完成了 韓國金版龍王海苔 我們待會呢就是想要就是包飯 因為這個海苔我這幾天也都有介紹 這個我真的覺得非常好吃 海苔樹已經被同事大家都吃光了 太好吃了 對 好那我現在開始拌囉 很厲害欸 有嗎 我沒想到它會長得這麼成功欸 我也沒想到我們這次居然可以煮成這個樣子 好這樣這樣這樣 跟我們在吃那種血蟹膏也很像 好少喔 這樣子吃 我覺得這樣可以再多一點 但是有出乎意料 我們就直接這樣 線條那個味道 這是家族的好處 嗯 有 有味 有味道喔 推薦給大家 可以回去自己試試看 來 這是我們的 最後一餐 來囉 其實我們這次主要就是也是要搭配這個金版龍王海苔 然後就是來吃看看 好然後呢這次就是做這個烤肉 我們先吃沒有海苔的 看看會怎麼樣 我們還有特別就是做這個麻油加鹽巴 然後這個蒜頭我們就是也有夾 就是全部通通都有 好我來吃喔 好 很讚的了 他愛讓自己了 那我來搭這個海苔 對對對 這樣子吃看看 配海苔味道會比較重一點 配海苔是一開始配 後面就是想要吃清爽一點的話就是配菜 喔 嗯 但這種就是傳統的韓國烤肉 就是會有的一些食材 推薦給大家可以跟著我們一起這樣煮包 雖然就是現在已經不是中秋節了 但是隨時隨地想要吃都可以吃喔 耶 我們這一次終於完成了 喔 真的是 我跟你講雖然就是越做越上手 然後也越來越有成就感 但是因為就是像麻辣松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這段時間這樣子做完之後 就是還是會覺得 會做飯的人就是真的非常的厲害 現在來跟大家分享 2024年度韓國水產品 GoboWiz又來了 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跟著我們這支影片裡面 就是做的一些料理 然後就是選了一些品項 然後可以來針對購買等等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什麼叫做K seafood呢 其實K seafood是 其實K seafood是指 出口海外的韓國水產品 跟水產食品 因為其實現在全球都很喜歡韓國的音樂啊 戲劇啊 然後美妝等等之類的 所以對K seafood的關注呢 也漸漸的上升 那韓國出口了非常多的 米粒 紫菜跟魚板等等的水產品 水產品又被稱之為是 藍色食品 作為健康食品 備受關注 所以韓國水產部持續在推進 可以增加水產品 美產食品出口的試驗 這些全部通通都是韓國水產品喔 那大家呢 就是如果看了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就是覺得很想要試試看的話呢 其實在MOMO購物也可以買得到 還有LOPIA台灣勒比亞 以及各大韓國食品專賣店 全部通通都可以買得到 然後現在呢我跟阿檢要來 評分我們心目中的前三名 那我們先從第三名開始 想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已經沒有海苔酥了 因為被我們吃完 然後辣椒泥膏也被我們吃完 所以我們必須也要把它列入 我們這一次的評選範圍之內 啊對還有這個餅乾 沒錯 邊吃邊想 它是那個青海苔蝦味餅 它這個呢就是除了蝦子的鮮味之外呢 它有大海藥草之稱的青海苔作為調味 所以就是我們在吃的時候就覺得 哇它的那個口感 那也是很厲害喔 很特別 沒錯 有夠香 好第三名 3 2 1 奶苔 所以那個高 可以提育高湯 哎呦妳覺得很讚 嗯 因為它就是讓我們 多一點補充一點蔬菜 因為我們一起料理那個過程這樣 然後還有再加上這個高湯 就是喝起來是非常的清爽 我自己個人對於那個韓式拌飯 配這個海苔 我覺得超好吃 真的耶 這個真的很讚耶 尤其是這個海苔不然它是要配任何東西 然後還有海苔酥也超讚 這才都吃完了 對 這真的一定要買就是它海苔包飯 或者是海苔包肉什麼都很好吃 對 華爾街日報上被稱之為是韓國的超級食品 K Superfood 營養價值非常高也非常豐富 有我們這次吃很多 我們吃超多的 超營養 我們的最後一餐全部都要有它 這個必須買 很好吃 好再來第二名 你剛才講那個是我的第二名 哎呦 那個飯真的是被我們攪到看起來就是賣相沒有很好 所以我現在外面已經分屎完畢了 對那個已經全部大家吃完 那真的很好吃 對 那我的第二名呢是這個 三費辣的紀州島限定蝦子拉麵 這真的非常的好吃耶 我是一個人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做的料理很多 它可以變麵 然後它也可以加牛奶 也可以加起司 然後就是也可以把它弄成炒飯 第一名 321 醬蟹 我超好吃 我這個甚至其實在這幾天只有 還想要再吃一次 真的啊 然後很害怕就是最後這個畫面會少了那個醬蟹 就不好看了 就是它是我第一次吃 醬蟹 對啊 我從來沒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這個生蟹蟹的文化 我之前在韓國的時候就是都會去吃那種醬蟹吃到飽 雖然是好吃沒錯 可是就是我覺得有一些沒有到那麼新鮮 吃完之後就是可能手會癢癢的 然後嘴巴會癢癢的 可是我這次吃這個就是完全沒有 而且它真的很好吃 就是它是醬油螃蟹 然後裡面的肉就是我覺得 要配這個 然後還有一坨飯 對 一定要配飯 對 因為它是俗稱的就是韓國的那個 熟偷飯賊 對 爬飯賊 所以呢這個 超級推薦大家一定要吃 那如果想要看我們是炸廚房的話呢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或是炸馬桶也可以 好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這支影片 喜歡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下支影片見拜拜 耶